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深圳这样的生蚝特产地 究竟是谁会用蚝野这样的名号呢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沙井蚝是有千年历史 在宋朝的时候就有了 从宋朝就有了 特别是这十年来 随着深圳本地经济的发展 蚝野兹产业之间向外转移 比如在上网那里的蚝野养殖的条件非常好 一批当地的蚝野也通过养殖 这个产业有了更稳定的收入 先吃这个风干好 先吃风干好 这个是风干好 你看到它的就是肉质有一些紧缩了 你的呢 我还用手抓的 用手抓 用手抓 味道不一样 美食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 那我们研究这个美食 研究生蚝 就是为未知的人 或者愿意寻找生活的人 带来一些快乐的 这个豪远 你看我们来宁这儿吃这么多好菜 这样 你看我 我中秋节了吗 我们这个月饼送给你 你回去可以吃月饼好吧 我这个海边长大 我这么一样就好 我现在吃的都是蚝叶饼 你不是美食大人的吗 我教你做蚝做的叶饼 好好来 做一个月饼 十几道原材料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懒人 蚝叶饼 你是吗 我懒人 敢懒人 我其实也有点懒 老陈比 老陈比 十几年老陈比 一块 坛比黄金价吧 对啊 你闻一下 好香啊 这个就是豪吃成粒 豪脆 对 这像是 姜汁 对啊 海上生明月 我们要切一个月饼 用熬做的月饼 刚好是明月对月饼 祝福见到我们的幸福快乐 团团圆圆 团团圆圆 对 都像我们一样 可以在这里 过着开心的生活 这种味道 是不是很特别 是的 多种果仁的香气 加上烟熏的风味 会融合在一起 大海 恩赐给我们人家的美味 这个好吃怎么吃呢 最高精确是 让它慢慢往嘴巴滑 找到初恋的感觉 初恋的感觉 嗯 让它慢慢滑下去 这不是第一次这样吃好 这些是大海的味道 深圳是一个创新 无限创新的一个城市 也带给了你创新的灵感 对 对吧 让我不羁一格的 去做我想做的城市 我是农村出生的一个孩子 兄弟姐妹多 当年真的吃不饱 近十几年来 那人们的生活 已经有大了 改变了 所以人们对食品的追求 越来越高 越来越好 越来越真正 人生不一定 长度要很长 但是这个宽度要够宽 就像大海一样 对 对吗 对吗 好 不 我